请把工资卡放我这吧 你吃啥我给你买 做啥 我给你做吃啥 穿啥我给你买 不放你那不行 不行 必须得工资卡放你 必须得 为啥必须得放你 我当家呗 男人当家 男人有钱就学坏了 那你就如果这个钱 就放在放一个地方不行吗 放那个海洋小偷偷去 都里有钱就花心 日夜梦想做新人 今朝有酒今朝对 何必再去取二婚 大姐大妈来相亲 上来大妈就盯上了 大姐的钱兜子 真是拉屎啃鸡腿 亏她张得开口 今天来相亲的石大人 今年64岁 退休金6000元 这是你是租的房 租的房呢 我的房子在那哪 青年城的房子 卖了 卖了 咋卖的呢 这行用不上 这干闲的 我就卖了 因为她进到北京那待了 还不说跟那边工作 俗话说儿行千里母担忧 为了离儿子近一点 退休后 老两口卖掉长春的房子 跟着儿子定居北京 没想到事与愿违 老伴因病在北京离世 现在儿子因为工作 又回到长春 大爷又跟着儿子 临时租了个房子落脚 虽然没有房子 但是大爷这条件可不差 我最早是 本行是木居 然后后来调到切场 给行政科维修了 一直到催修 退休金多少钱 我退休金现在是六千零点 每月六千块的退休金 对一俩来说 生活那是花不了的花 实大爷说了 这还不算什么 这个老伴 暂时时的条件可差远了 跟北京犯了病 跟北京犯 也是晚上 我俩接孩子回来嘛 到小区门口 他说他有点不得劲 说说就不行了 到医院那就啥也不知道了 还是去给阳大医院 就呆了半休 反正阳大医院 说的不行 你得走医院吧 到天才医院 所以那个儿子说 治得好 我去了也不行 风风雨几十年 喝喝半半苦也甜 双双步入老年西 相敬如病乐陶然 大爷跟老伴 相敬如病几十代 本以为可以享受天伦 没想到却痛失所爱 为了缓解那些的悲痛 大爷还跟风 培养了一个兴趣 我这个养鸟 鸟都在那边拿不来 这啥回回来 我拿回来的 这是几俩鸟笼子 俩 平时都养啥鸟啊 我这换眉 换眉 这啥时候 喜欢养上鸟的呀 我就搬的那时候 这隔壁云里面 有养鸟的 我就跟他们 一起玩的 大爷除了遛鸟 还参加了老年和尚团 虽然大爷把平日里的生活 安排的丰富多彩 依旧无法抵挡 深夜里带来的孤独 于是决定 重新踏上春天的列车 要求也不高 要求也不高 你讲话 这生人 十会儿老是把脚 像我似的 没那些说字 像一人说他人 多那约不行 行不行就不行 有那些女的特别物质 明砍明耀的 你这生路事 闻到哪儿 要保障 明砍明耀的 你这生路事 闻到哪儿 要保障 对于未来的另一半 大爷要求简单 只要实行过日子 不是满嘴都是钱就行 根据大爷的要求 红娘找到了 今年61岁的好大妈 你好 我先识识张力 你好 大姐 我先好 太紧张了 太紧张了 一见到十大爷 好大妈就有了 小鹿乱种的感觉 唯一的遗憾就是有些 要不是个小点 怕早就扑上去了吧 你个儿中了 我这个儿高个儿苗条的 留人 有这长小的 这正好才互补大姐 有没有演员 我要求不那么高 这俩人合得来也行 那你觉得你跟大姐 那能合得来 那谁都他了 我应该好像没事 好像没事 对大姐的感觉和印象咋 印象挺好 可不是吗 反正是案板上的擀面杖 光棍一条了 合得来是关键 虽然对于大姐的身高 有些遗憾 但丝毫不妨碍相近的进度 一时啊 都在这 一时八宝 挺好 一时一厅 这卫生间 这个厨房 这厨房 啥都有了 给这个当厨房 给这当啊 没有厨房啊 哎呀 这屋太小了 挺 一个人住 挺好的 来看个卧室 来看个卧室吧 嗯 我说不喜欢大屋 还不喜欢大屋呢 大屋能住这行吗 那还咋的 哈哈哈哈 就我小朋友都住过 别说这个了 哈哈哈哈 老爷子在大妈小屋里 是转了又转 真要成了 以后就再也不用租房了 没想到大妈 还是个文艺女青年 两人合唱一曲后 感情迅速升温 两人的聊天 也是傻小子拧声 越说越上进 来来有贡献 没有对手 没有班 我还愿意健身 你愿意吗 我健身呢 我不愿意 愿意 你愿意 我还愿意踢嘴 我一踢踢到这里 你还要来跳舞 你那谁跳起 你看这新年号是你的 可以啊 我给你跳一个一会儿 你跳一个一会儿 来一会儿 你愿意喜欢呢 喜不喜欢 我啥都喜欢 来 没有烦的 对 你再往后撤 你再往后撤 来大满城的姑娘 这裙子就好了 我叫人不要加给铁人 一定要加给我 担开铁人 跑来就看到这把 跳舞跳得跟请神似的 兜里揣个鸡蛋 都能被你咬散环了 大妈的能割膳 我把大爷迷的是晕头转向 当得知大妈会推拿 完了 彻底沦陷了 你这还可以 可以 不能太严重 不太严重 但是你这脖子 你得经常活动 这怎么觉得 这是 用脑过度啊 不是 我这个就这个毛影 天性的 这是聪明绝顶啊 对 聪明绝顶 我就想这个词 哎呀 这大姐还上前面看看 这个大爷 看看象象面 象象面 天庭宝满 地隔方圆 哎呀 按着咋样呢 跟哪有保健衣还不好 大姐给你按摩 按得咋样 按挺好 大妈一看就是老江湖 对不起老头那真是百货大楼卖西装 一套一套的 对于史大爷的小心思 大妈更是胸有成竹 只要我这手艺一出手 就没使手过 就是皮肌看起来挺好 他 我就告诉你 就是他想着我 你咋看出来的 哎呀妈呀 按摩呀 他还在外面一坐 我这有着手艺给人家搭 多舒服啊 多幸福啊 谁给按摩 这被谁给搭 他老伴会按摩不是说 儿女给他按摩 上外头还得花钱 我还在那里不能像我这手艺这么高潮 你觉得他相忠你 是不是 相忠我 那你现在如果100分的话 那给大姐打多少分 90多分 90多分 不知道多多少 不知道多多少 留点悬念 还悬念呢 你肚子有几根虫 大妈都数清楚了 让大爷成功最到温柔向后 大妈开始憋大招了 但是我得当家呀 我当一辈子家了 想当家 咋个当家放 人家家公司卡放我这 你吃啥我给你买 做啥 我给你做吃啥 穿啥我给你买 他不放你这不行 不行 必须得公司卡放你 必须 为啥必须放你这 我当家呗 男人当家 男人当家有钱就学坏了 那你就如果这个钱 就放在放一个地方 不行吗 可以得就 放哪个好呀 小偷偷去 所以我这个 不让我当家就是不和我一起 旁边好像是 那就好比三心二意 跟我俩有关心 那你要是既然你相忠我了 喜欢我了 你就得对我好 你想啦 老爸 千房万房 家贼难房 只要你不惦记 那钱就少不了 为了能把老头全面拿下 大妈温柔的小刀 一刀又一刀 首先要先示弱 经济方面呢 现在呢 生活水平提高 物价都涨 是不是 我公职底 我公职底呢 我有这么个想法哈 你在经济方面呢 你得多帮助我 你这个 你能不能接受得了 此时石大爷被绕都快找不到北了 男人的保护约被成功勾起后 接下来就好办了 考虑考虑 就以后啊 嗯 以后咋点生活在一起 那以后有事就得我负责了 嗯 你负责了 嗯 完了 然后呢 然后 然后还咋呢 那个就是生活经济方面 你有啥计划和打算吗 早点在一起过日子 没什么打算 这正常过日子呗 那咋谁当家 谁当家 你要我当家吗 谁当我家就行 我当家你干吗 行 你一碗 我一碗 行不行 我当家行不行 大爷 你的所有条件是随口说的吗 怎么这么禁不住诱惑呢 红娘眼看形势不对 赶紧把大爷叫出来 让他先清醒清醒 再这么下去 村哲都要拍桌子上了 你到日后说谁当家的问题你咋看呢 没意思他就当家了 嗯 大全全懒 嗯 刚才大姐问你说 咱俩以后谁当家 我当家行不行呢 嗯 你当时咋想的 我当时我也没想 当时没想 那你回答的可是行啊 对我 这俩人共同啊 嗯 你不能说 谁是丁当家啊 嗯 那和这大妈是力求的十六点多呀 大爷刚缓过神来 结果大妈三言两语老头又陷进去了 我看也是二分钱的孙红 借猴一个 你也没房子 嗯 咱们呢 就是说是 你到我这儿来了 我就是 我也不用你做饭 对我做饭你可以睡觉看电视 你吃啥我给你买 你做啥你告诉我 你也拉个菜谱我都会做 煎炒烹炸 各香饼啦 牛饼啦 葱花饼 糖饼 我还会给我烙啥 行行 我给你做 你吃啥你提前告诉我 我给你做 穿啥我给你买 然后你给这个啊 就是搬港湾 是不是啊 在这块吃住啥的 往后我还能伺候你 咱俩是个伴 他挺可爱的 叛狐了挺可爱的 挺好 真是山里的狐狸又尖又滑 算计一个顶俩 只能希望大爷自求多福嘛 别被录干净了就行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啊 如果你也喜欢小弟分享的视频 那就动动您发财的小手 长按点赞三秒钟 我是爱你们的七哥 咱们明天见